清晨重點中木瓜西寬廣河床上飄散著醇霧 可以看到遠處有幾個細小人影 一會彎腰一會蹲下 有些人頭戴斗笠 左手拿著技術器和印泥 右手則是拿一顆長印章 他們正是西瓜界當中的頭號人物 叫做蓋章師傅 大盤山挑瓜都必須靠他的精準挑選功夫 才可以為盤商省下大筆金錢和時間 5月至6月是花蓮的彩瓜旺季 據了解一位入行7年以上的蓋章師傅 一個月密集的挑瓜 薪水就能夠破15萬 但這樣的高薪工作卻也非常的辛苦 就是分擠啊 分擠啊然後看西瓜熟還有好壞啊 蓋著醬就是熟啊 這個要到果菜市場賣的上瓜好瓜啊 必須隨著大盤商全台灣走透透 西瓜產到哪裡就走到哪裡 一年有一半的時間都待在西瓜園 天天必須忍受 有時大太陽 天氣熱到快把人曬乾 更是有時候河邊刮起大風 下大雨工作還是不能停 下雨天也要蓋 下雨天也要蓋 大太陽也要蓋 大太陽也要蓋 老闆要出就要蓋 可以啊這個可以啊 這個熟了啊 這個都凹進去了 你看這一顆 這一顆就是還美 這還有點粗 還很硬啊 這個還可以放啊 還可以放啊 因為它的心還沒紅啊 在經驗豐富的蓋章師傅所挑出的西瓜 更是多滋味美 讓消費者願意掏出錢 購買這一年的好滋味 哇 嗯 無丁啊 讚 這樣的薪水也不是白給的 有些配合久的蓋章師傅 工作就必須一手包辦 負責挑瓜蓋章 也要隨時調貨車和工人 蓋章師傅是採瓜時的CEO 每一顆西瓜經過它嚴密的審查 才能夠被蓋上張 這樣的精準經驗 練就出了一身 鷹眼利耳的好功夫 記者臨結收風箱 採訪輔導